嗨 我是大迷 1933年1月30日 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 德国进入了纳粹时代 但这个纳粹德国并不是德国当时的正式国名 当时的正式国名是德意志国 后来又改成了大德意志帝国 不过在大部分公开场合和文件中 希特勒和纳粹党更喜欢称自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 既然是第三帝国了 那么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是谁呢 这要从法兰克王国说起 843年强大的法兰克王国分裂为东西中三个部分 其中东法兰克就是如今的德国的最早起源 顺便一提 西法兰克是法国最早的起源 要不现在怎么叫法兰西呢 911年东法兰克王国的末代国王去世了 由于没有子嗣 所以法兰克公爵康德拉一世 在一些大家族的戎代下成为了新的国王 不过这位康德拉一世的实力 远不如他的对手萨克森公爵亨利 918年康德拉一世临终前 将国王的宝座交给了他的老对手萨克森公爵亨利 东法兰克在亨利一世的治理下 军事实力大大的提升 到了他儿子奥托继位的时候 国王手中的权力更进一步加强了 962年奥托一世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 东法兰克王国演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 又称德意志第一帝国 第一帝国出来了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虽然这个名字听上帖很唬人 但是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只是一个徒有勋名的松散邦国联盟 最松散是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内有上千个邦国 法国一个大思想家福尔泰就评价过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说是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帝国 1806年拿破仑闪亮登场 在他的威逼下 时任皇帝弗朗茨二世下令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 1815年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代表的 原神圣罗马帝国之下的德意志和邦国 召开了维也纳会议 组成了德意志邦连 作为德意志的第一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 灭亡了 欧洲的国家感觉都差不多 谁的国家运气好 出现一个厉害的大佬 那马上就发动征战 一旦大佬挂了 马上又回到了原点 拿破仑被推翻的半个世纪后 德国冒出了个牛人 人称铁学宰相的比斯曼 1848年 德意志各地爆发了三月革命 比斯曼趁机开始进行德国统一 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 德国统一的最后一个障碍被造侵入 1871年1月18日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以战胜国的姿态 跑到人家法国凡尔赛宫 正式的加冕为德意志皇帝 这对法国来说简直是歧视大辱 完成了统一的德国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和工业强国 因此德国人便将德意志帝国 视为德国历史上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风水轮流转 半个世纪之后 被德国人欺负的法国又站起来了 1914年7月一战爆发 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 对抗英国法国俄国为首的协约国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德国战败了 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宣告终结 作为战败方 德国也被迫接受了凡尔赛合约 但由于其中的条款过于苛刻 由此导致了德国百姓对周边的国家怀有怨恨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正是利用了国民的这一情绪 不断的进行全身联合 1929至1933年的一场席剧全球的大萧条 让德国百姓生活是雪上加霜 纳粹党的趁机掌控了政权 1933年9月1日 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 首次使用了第三帝国 来指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 好了 三个帝国都说明白了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见